我们要考量到公司目前为止 我们走的是一个解散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叹了好大一口气 身影一个多月 新航董事长林宁生 刘志胡子表情严肃 赶在1月11号股东会前现身 对于劳资争议部分强调 将会加发年终奖金1万元 并且已经主动汇入1.45亿 到信托专户 在优于劳基法的情况下 提出60天工资的方案 以月薪5万元的员工为例 能够再领11万元 但这有前提 如果真的劳资之间的这个协议 能够达成的话 那我们就把钱发了 所以这个完全取决于在 什么时候这个劳资协议之间 我们可以把它完成好 把球丢回给劳方 年终奖金能不能在过年前 领到成了未知数 但是工会认为 60天工资 仅是符合政府大量解雇的规定 比对双方诉求 工会要求1.5个月 加上每人10万元 算一算彼此有超过 10万元的落差 同一时间新航工会成员 直冲劳动部霸占一楼静坐 要部长国防日出面协调 还留下一堆喷漆表达抗议 有员工还因此被警方驾离 新航工会四处抗议 更扬言将会在11号新航股东会上 有更激烈的包围行动 股东会能否顺利进行留下伏笔 记者张红吴奎言 SNG小组台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